北京 这里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皇宫 故宫 这里有趋近通游的胡同 新墙辉瓦的四合院 皇城跟下金味文化 敬请关注六大古都之 何之北京 北京拥有三千多年的建成史 八百多年建都史 它经历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辉煌 也见证了它的腐朽灭亡 在封建王朝的最后五百年里 北京都是帝国的中心 这里有最正宗的皇宫文化 明清故宫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这里有独特的皇城根文化 四合院 古街和胡同随处可见 这里是大运河的源头 东西南北再次融会贯通 这里诞生了国粹京剧 体现着古老文明古国的浓郁文化气息 附近追悉 古都北京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究竟是什么呢 河南大学程碎莹教授 带领我们一起走进北京 用心灵和历史对话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六大古都之 何知北京 在六大古都中 北京呢 是唯一一个既是古代的都城 又是我们现在首都的一个城市 也是保存五国古代的文化最集中最丰富的一个城市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来考察北京的历史的话 就会发现 其实啊 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 和这种文化是一脉相传的 所以今天呢 我想就围绕和这个字 来介绍 来介绍一下 北京这座古都的前世和今生 我们先说天时地利与人和 天时地利与人和啊 周秦汉唐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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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帝契和王契 在西北 但是到了 唐代的安史之乱以后 这种帝契和王契 就逐渐的向东北方向 以北京为中心的 这个区域来转移 过了一二百年之后 就出现了变化 什么变化呢 至一二百年 而东北之契 急而易故 于是金随有天下之败 元明随有天下之权 赐王契权节于东北之明正也 就是在赵义看来 东北这个区域 王契逐渐的急剧 所以后来呢 北京就成了金元明的都城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无论是帝契 王契 它都只是一种 封建迷信的说法 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国北方广大的游牧地区 游牧民族的力量 它有一个死消彼长的过程 在周秦汉唐时期 我国北部西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力量比较强大 但是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 活动在我国东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 你像西单族 宇贞族 蒙古族 满族 他们的力量逐渐的强大 并且入主中原 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的一个趣事 天时不如地利 其实北京的这个天时啊 还与它的地利有关 是由于它的地利而带来的天时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顾延武啊 他曾经写过一部著作叫历代宅经济 他在谈到北京这个地方之所以成为都城的时候 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北京啊 又雍太行 左铸三海 五中原正南面 正俱雍 殿朔方 我们可以结合 北京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图来看一看北京 来分析一下顾延武说的这段话 北京这个区域啊 它的西边就是太行山的渔曼 而东边呢 临近渤海湾 向南 可以控制中原 这块广大的区域 然后进而控制江南 向北方呢 依托长城的居庸关 可以控制广大的东北和北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所以北京 它就位于一个中原与东北的游牧民族相互交流的一个枢纽地带 一个咽喉要地 所以就占有了天然的地理条件 拥有了天时 又拥有了地理 但北京这个地方是否真正的成为万众瞩目的政治中心 还要看它是否具备人和的条件 因为我们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还不如人和呀 要提到人和 我们来说到一个人 这人呢 叫石敬唐 他是五代时期 后唐的一位将军 后来呢 建立了后晋 成了后晋的皇帝 他是怎么当上后晋皇帝的呢 当时的时候呢 他作为后唐的将军 有了夺取皇位的野心 但是力量不够大 所以就准备联合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 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所以就向当时的辽太宗 耶律德光提出两个条件 说如果说你给我提供帮助 我可以在胜利之后 把幽云十六州搁给你 这是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我还要认你为父皇帝 我呢 就是一个儿皇帝 那辽太宗一听这个条件 非常优厚啊 就答应了石敬堂的请求 然后派兵帮助石敬堂 消灭了后唐政权 建立了后晋政权 这个时间是在936年 后晋政权建立以后 就要兑现诺言呢 就把幽云十六州 割给了辽 自己呢 又称儿皇帝 认辽太宗为父皇帝 他就是儿皇帝啊 这在历史上 落下了一个笑柄 但是 隔让幽云十六州 就为北京的崛起 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这个区域 割给辽政权以后 后来呢 又成为辽之后的 金元满 所占据的一个区域 对于他们来讲 北京就是一颗 掌上明珠 拥有了北京 他们就拥有了 进入中原地区 进而统一全国的 一个跳板 所以 对他们来讲 北京的地位 是异常重要 尤其是 对于生活在 北京这个区域的 老百姓来讲 他们的生活的轨迹 从此以后 也就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 我们说两个 特殊的人物 一个是 刘炳忠 一个是 郭守静 这两个人呢 他们 都是河北的邢台人 他们从小 就生活在一个 既有浓厚的 汉民族的 儒家文化修养 同时呢 又有游牧文化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 家庭氛围之中 因为 他们小时候 这个区域 就已经 被蒙元 所控制了 刘炳忠的祖上 甚至还做过 刘和金的地方官 他的父亲 做过原初的 邢台一代的 地方官 郭守静呢 是刘炳忠的学生 这两个人 后来呢 都成为 元氏祖忽必烈 身边的重臣 在历史上 这两个人 都为北京城的建设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比如说 刘炳忠 亲自 总体负责 设计了 元大都城 订定了 元明清 北京城的 基本的格局 今天 北京城的中轴县 就是沿着当年 刘炳忠设计的 中轴县 而展开的 郭守静呢 我们很多人知道 他是因为 他是一位天文学家 曾经编定了 寿石历 这个寿石历 与我们今天 所使用的 西方的功力 它的一年的周期 完全相同 但是寿石历的编定 却比西方的功力 早了248年 但其实啊 郭守静 还是一位出色的 水利工程专家 他曾经做过 元氏祖忽必烈时期的 都水建 管理全国的水利事务 他对北京 最大的贡献在于 总体上构思了 元代的 京航大运河的思路 并亲自主持和开通了 沟通北京与通州的 通汇河 所以我们说 刘炳忠 奠定了北京这个城市的 基本的形体框架 而郭守静呢 打通了 北京这座城市的血脉 我们说 这样两个人物 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 在刘炳忠和郭守静 他们小时候生活的 河北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 绝大部分的河北的区域 都已经是 汉民族与游牧民族杂居的 一个区域 原来存在于 两者之间的那种敌对和仇视 没有了 代之 而存在的是什么呢 相互的学习 相互的交流 最后呢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所以北京呢 就变成了 汉民族的家园 同时又变成了 游牧民族的家园 那对于游牧民族政权来讲 他如果把都城放在这里 他就会感觉到比较安全 拥有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北京 先后成为辽的南京 金 元 明 京的都城 前后时间长达九百多年 游牧民族和汉民族逐渐融合 奠定了北京 从一个一帮重镇 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我们说 打江山容易 坐江山南 在北京的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 尤其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他们呢 都是依靠强大的骑兵 马上得的天下 但要想再马上治好天下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方面呢 入主 北京的清朝 他们就有深刻的教训 在1644年5月的时候 清朝军队越过长城的山海关 占领了北京 占领北京以后呢 他们就马上下达了一条政令 什么令呢 叫剃发令 这个剃发本来是满洲的一种习惯 就是把男人前半部的头发剃掉 然后后面的头发留起来 扎成一个长长的辫子 就好像我们在电影电视里面看到的那样 在满洲贵族看来 汉人是否接受剃发 意味着他们是否归顺 清朝 而对于汉民族来讲呢 这个剃发却于传统的习俗产生了抵住 什么抵住呢 在汉文化传统里面 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 是不能轻易的损毁的 所以这个剃发本身 就被认为是强加于七尺男儿头上的七尺大路 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个剃发令一公布 就在北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 眼看 在北京城的控制的这个 政治局面就要失控了 所以清政府呢 就不得不停止了 剃发令的执行 宣布暂时暂缓执行这个剃发令 当然 这是满汉民族 在走向和谐的路上的其中的一个小的插曲 本来不算什么 但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讲 却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怎么样才能保证清政府的政治命运 它的政治统治能够长治久安 那么关键的要素在哪里 就是是否能够使各个民族能够和谐相处 尤其是满汉民族能否和谐相处 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能相互的理解 相互的包容 而要相互理解和包容 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 只有通过学习 才有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由此呢 在清朝廷就推出了一项 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 这个举措就是皇子的教育制度 因为这个举措是围绕着民族的和谐而展开的 我把它称之为旷室和谐 提到这个旷室和谐啊 我们得首先说到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熙帝是清朝入关以后 占领北京以后的第二任皇帝 他觉得汉文化博大精深 比游牧民族的满洲的文化有优越 从此以后 他就逐渐的开始尝试建立和完善一套 完整的皇子教育制度 让他们从小就接受满汉文化的教育 据史书记载啊 康熙皇帝有35个儿子 当然长大成人的只有24个 他当时规定 这些皇子在六岁的时候 就要进入尚书房学系 每天从早晨到五点钟起床 一直要学习到下午的三点钟 十个小时 中午不休息 一年之中 只有大年初一 端午节 中休节 皇帝的生日和自己的生日 才能够休息 一年才只休息五天呢 康熙皇帝建立的这套皇子教育制度 后来呢就经过 乾隆皇帝的逐渐的完善 其他的地方也都很好的把它延期了下台 到了道光皇帝的时候 他也不敢懈怠啊 但是啊 我们说皇子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禀赋也各有差异 所以还得阴才施教 否则的话 可能会适得其反 道光皇帝 他有个儿子 就是他的皇长子 叫义伟 这个义伟呢 有一个特点 他从小就爱动 不爱静 非常喜欢骑马射箭 不喜爱什么 不爱读书啊 尤其是一看到 儒家文化经典 就头疼 看不下去 按照规定 他也六岁进入上书房学习 但是呢 每天十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听着师父们知乎知也 对他来讲 简直就是一种煎熬 而他的父亲道光皇帝呢 偏偏又是一个 对于儒家文化 深深的产生爱慕的 这样的一个帝王 跟他的先祖 康熙皇帝一样 会整天守不识卷 他也希望自己的皇子 像义伟还有其他皇子 都能够好好的读书 将来能够承担得起 清朝的江山社稷 赋予他的重托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义伟呢 却学业上没有什么长进 让他大失所望 到了义伟二十岁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道光皇帝的另外两个儿子 当时的时候有三个儿子 另外的两个儿子 相继的夭折 义伟呢 就成了皇位的唯一继承人 这个时候啊 道光就让他继续留在上书方学习 这样又过了三年 到他二十四岁的时候 有一天 师父有专门辅导义伟学习 而且语重心长的对义伟说 他说你要好好读书啊 将来才能够做一个好皇帝 没想到义伟没好气的 对他这位师父说 我要是真的做了皇帝 首先要杀的就是你 这句话 可怕这位师父吓坏了 回过头来 这位师父就一五一十的 向道光皇帝做了汇报 道光皇帝听了以后 是什么感觉啊 火冒三丈 简直气得浑身发抖 所以马上命人 就把这个义伟给叫来 看着义伟就气不打移出来 本来这个道光皇帝是文质彬彬的 这个时候 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的一股邪火 就伸出脚 照义伟的肚子上 就踢了一脚 没想到这脚踢得太重了 当时这个义伟惨叫一声 就昏死了过去 没过几天 这个义伟就不至身亡了 当然 我们说义伟之死 他是个意外 这说明道光皇帝望子成龙 太心切了 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惨祸 意味 他的这个被道光皇帝踢死 我们说只是一个个案 他是一个特例 通过这样的一个个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清朝的皇子教育 他是多么的严格 甚至近似苛刻 而这种苛刻的教育 却带来了 两个明显的效果 第一个效果 是全面的提升了 清朝皇帝的文化素质 是清朝的皇帝成为 中国历史上文化素养 最高的一个朝代 整体素质最高 我们说清朝 入关以后有十位皇帝 清朝的发展 有辉煌 也有没落 甚至出现了像鸦片战争 那样的起始大 但是清朝的十个皇帝之中 没有一个是不学无术 荒唐代政 这在中国历史上 是十分难得的 而第二个效果呢 就是促进了民族融合 我们知道啊 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有五十六个民族 这五十六个民族 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形成的 是在他实行的民族和睦 民族和谐的 这个政策的大北境下 形成的 在那个时期 定型的 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 戏曲剧种之一 至今已有两百年的历史 它已经成为我国的国粹 慈禧也是京剧的超级粉丝 他不仅喜欢看京剧 而且还亲自改编京剧 天雷暴 曾经被慈禧改编了两次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据清宫的档案记载啊 清朝的 从乾隆以后的 帝 后 都非常喜欢京剧 慈禧太后 尤其酷爱京剧 据清宫档案记载啊 在光绪二十六年的时候 慈禧太后呢 请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谭新培先生 进入紫禁城 来演出 演出的这个剧目呢 叫天雷暴 这个剧情是这样 说一对 以打草鞋为生的夫妇 就是张元秀夫妇 他们没有孩子 所以呢 就抱养了一个气婴 给这个气婴取名叫张继宝 含辛如苦 把这个张继宝抚养成人 而且让他接受教了 后来这个张继宝呢 就中了状元 做了高官 做了高官以后 却忘了他的 抚养他的张元秀夫妇 把他们忘在脑后了 后来呢 张元秀夫妇老年得病 沦为乞丐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又去找到了张继宝 张继宝呢 却死不相认 你不认这个养父母 张元秀夫妇 既悲愤 又绝望 双双碰壁而死了 上天为之震怒 就用雷 把这个张继宝给劈死了 当然这是一段传奇故事 但是没有想到 慈禧太后 一看到这个天雷暴的时候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 为什么他喜欢这个天雷暴呢 这是他想起了他和当时的皇帝 光绪帝之间的关系 这个光绪啊 并不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 他是慈禧的妹妹的儿子 是在慈禧的一手操纵下 光绪帝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所以慈禧认为啊 光绪帝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 而后来呢 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 这个光绪皇帝 与慈禧太后就产生了政治冲突 光绪皇帝曾经 还想包围颐和园 准备除掉慈禧 所以在慈禧看来啊 这个光绪皇帝就是忘文负义的张继宝啊 所以就喜欢这个天雷暴 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 但是慈禧 看到谭心培先生演的这个天雷暴 看了一遍之后 觉得还不解恨 要求谭心培先生在剧中 再加五个闪电 五个雷弓 一定要把这个张继宝 披得粉身碎骨 改编以后 这个京剧又在宫中演第二遍 在看第二遍的时候 慈禧太后还觉得不解恨 又要求在这个剧中 增加上这个风波和语诗 因为这个宫中这个戏台啊 它是三层的戏台 所以可以利用 这种当时可以利用的 声光还有火等等 可以利用的技术 来产生这种霹雳闪电 风雨交加的 这样的一种艺术效果 让那些雾泥不孝的人 看了以后产生恐惧之感 所以这个天雷暴 就被慈禧太后改编了两次 而且在宫中演出了三次 最后一次演出的时候 还专门把光绪帝也叫来 坐在慈禧太后的身边 慈禧太后一边看这个天雷暴 一边拿眼睛来瞪着光绪帝 把天雷暴当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教材 来教训不忠不孝光绪帝 从慈禧 慈禧的改编这个天雷暴 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这种京剧的社会教化作用 帝王和帝后们是多么的看重 我们可以想象 像天雷暴这种京剧 到北京的老百姓中间演出的话 他说产生的这种社会教化作用 也会是十分明显 我们知道古代老百姓 大多数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 那京剧呢 就是他们接受历史知识 形成基本的道德规范 最好的方式 而京剧在演出的过程中间 他把比较高深的这种礼仪道德 转变为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一种生动活泼的舞台形象 所以老百姓就在看京剧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的 接受了这种基本的中校礼仪的行为规范 从而这样的一种道德规范 就在他们的心中 开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而形成一种自觉的行为 引领了当时的社会风扇 说起北京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故宫 故宫是北京城的中心 而紫禁城是中心的中心 紫禁城就是皇帝住过的大四合院 北京的四合院可以追溯到辽金时代 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 北京传统四合院住宅 开始大覆模修建 四合院是北京人心灵的故乡 是北京人的罪 那四合院以往的时候 我们比较多的是从居住的方式来看待的 在住进北京的城市和谐方面 四合院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说也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四合院 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的一个生活空间 我们看这个四合院 四合院呢 它一般来讲呢 是坐北朝南四面都有房子 北京这个地区呢 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部 冬天的时候呢 要刮寒风西北风 而夏天的时候呢 这个凉风来自于东南 所以四合院的门呢 一般开在东南方 在冬天的时候 四合院可以抵挡 来自于西北的林列的寒风 而到夏天的时候呢 又可以接纳来自于东南的凉风 设计非常合理 与此同时 在四合院的中间呢 都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庭院 在这个庭院里面 一般要放一口水缸啊 为什么要放水缸呢 富家人呢 可以养鸡鱼 一般的老百姓 拥有了这个水缸以后 是这个水缸一方面 可以起到这种 这个带来湿润的空气的这种目的 因为北京这个地区比较干燥 另一方面呢 这个水缸本身也可以起到防火的功能 要放水缸 另外呢 还要栽制一些花草 树木 树木里面呢 老北京人比较喜欢 像栽一些石榴树啊 枣树啊 这样一些吉祥如意的 这种植物 所以在老北京呢 就有一种 一个言语啊 说比较 富足的家庭的四合院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天鹏 鱼缸 石榴树 先生 肥狗 胖丫头 这是比较富足的 家庭的四合院的情景 所以我们说 这个四合院 它就为老北京人 构建了一个和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 另外一个方面 四合院 又为老北京人 营造了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 我们说四合院 它的住房 是有严格的讲究的 一般长辈 要住 坐北朝南的上房 这个房子 这个设计的最合理 而且呢 光线最充足 东暖夏凉 这是属于上房 而晚辈呢 要住东西厢房 庸人 仆人 只能住门口的配房 长药有序 尊卑有别 各得其位 非常符合 儒家的传统的礼仪规范 而在四合院里面 长大的孩子们呢 他们 每天的早晚 都要到长辈的房中 去问安 吃饭的时候 一大家子人 围坐在一张桌子上 长辈不动筷子 晚辈是不能动筷子 同时 在逢年过节 还要举行 严肃的 祭祖仪式 所以在这个四合院 长大的孩子 从小 就学会了 尊老爱幼 学会了 礼让 谦虚 又学会了 这种基本的 礼仪道德规范 学会了 恭敬祖先 我们说北京的胡同 非常的有名 而这个胡同 这个词 就来源于 蒙古语 是元朝建立 建都在北京时期的 一个文化遗产 在蒙古语里面呢 这个胡同 就是胡动 这两个字 忽然的胡 洞穴的洞 它的意思呢 在蒙古语里面 是水井的意思 因为当时刘炳中 设计这个 元大都的时候 一般一个胡同 都要临近一个水井 所以老北京的 很多的老胡同的名字 我们觉得很奇怪 但是用蒙古语 解释的话 就不奇怪 比如说 在老北京 曾经有一个胡同 叫史克兰胡同 我们听起来觉得 很不好听 很不雅观 其实它的意思 在蒙古语里面 是填水井的意思 意味着这个胡同 临近一个填水井 另外我们北京呢 有很多的湖泊 都叫海 什么中南海 什么北海 什么石叉海 这个海 就是蒙古语里面 海子的意思 这海子呢 在蒙古语 又是湖泊 和大的水面的意思 除此以外呢 我们北京的其他文化 比如说园林 比如说食品和饮食 比如说 还有像风俗里面 也有很多 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 孔子曾经说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呢 同而不和 北京呢 就像一个宽厚的君子 他既欣赏 北京本地的文化 同时呢 又欣赏 包容 接纳 外来的优秀文化传统 从而形成了 和而不同的 北京文化 讲到这里呢 我们的六大古都 就要接近尾声了 这六大古都啊 就好像六座灯塔 照亮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 所以呢 这六大古都 虽然饱经沧桑啊 直到今天 它仍然还显得 既古老 而又鲜活 既遥远 而又清静 所以呢 我们要感恩古都 同时要敬畏古都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城市在发展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间 这些古都 也面临着挑战 这六大古都呢 是所有的 我们国家的 二百多座古都的代表 那么在这些古都 生活在这些古都的人们 都希望 在这古都能有一个 美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 我们说古都 能所达到 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城市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 这是所有的 古都人的梦想 所以 让我们共同的期待 这些古都 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 上千座城市 的一个龙头 一个榜样 来 共同的 行驶 或者说是走向 一个共同的一个诺言 就是城市 让生活 更美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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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